他就一个一个用头就给人家撞啊 撞倒下来啊 他说这样参禅比较好玩吧 所以他很奇怪 然后后来他 大家的这执事啊都有 都有问题啊 就跟这个方丈和尚说 说这个道计很奇怪 我们应该把他赶出去 然后呢他那个注册上就说 佛门广大 岂不容易寄颠吗 意思就是说佛门广大 佛门是慈悲的 难道容不下一个这个道计吗 这个道计 所以后来人家就叫他寄颠 道计嘛 因为颠颠倒倒的啊 颠颠倒倒的 那么如果依照印光大师说 那么这个如果是这个祖师啊 菩萨事先有时候啊 他不能太震惊啊 好像又有神通又好像没神通 又好像个都后注戏耶 百分之一的好 这样子啊 百万分之一的这个臭巧这样 那么就人家到底是说 到底是圣还是是凡呢 是颠还是是痴呢 然后五煞煞 分不清啊 对不对 所以说他 他就是这样子 怪怪的 所以那个柱子 那个柱子和上说 佛门广大 岂不容容不下一个寄颠 所以这个因时而注大觉之事啊 好我们这个慈悲广大 能够容纳一切众生 我们要学习啊 佛的慈悲广大 容纳一切众生 再来说 因忍呢 毕如来之一 好我们忍入一啊 毕这个柔和忍入一 好我们呢 法华经说做法空做 好 那么毕这个柔和忍入一啊 好忍入 好我们这个要穿这个忍入一啊 意思就是说 众生啊 如果不管怎么样的难受啊 好痛苦 我们都要忍入 好 这个众生怎么样的难调啊 难相处啊 我们也是要忍入 好 这个因忍呢 才能够披如来依 好 这个夹杀啦 好 叫做如来依啦 好 所以这个夹杀就是忍入一啊 好我们要忍啊 好 如果以出家众的话 说啊 不执着世间的繁华富贵 然后忍苦修行啊 好 那么我们呢 大家就是要披忍入啊 好 如来依啊 再来说 华言经云 性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 好 那么信心呢 是道源 道的根本啊 好 功德的母啊 就是能够生长的功德的 叫做母啦 好 所以信呢 我们如果我们之前讲白法的时候说 信什么呢 信实德能 好 于实德能生忍乐欲 好 心静为信 就是我们对于实 实就是真实的实啊 好 然后德 道德的德 好 然后信能 三个呢 信三件事 第一个信实 第二个信德 第三个信能 啊 什么叫做实呢 啊 白法说 诸法实事实理呢 我们相信 叫做实 什么叫做信实呢 比如说 什么叫实事啊 比如说世间真的有善有恶 啊 有六道轮回 我们相信 那么呢 世间有这个真理是可以证的 我们相信 所以诸法的实事实理 我们就相信了 啊 比如说世间有四 四胜六凡 我们都相信了 啊 有六道轮回 我们也相信 啊 这个是死啦 比如说我们知道说 世间有善有恶 善有善报 二有恶报 有六道轮回 那么大家都生死不断 我们要相信这个 啊 有的人说不相信啊 没什么六道轮回啦 啊 没什么这个善恶果报 地狱恶鬼畜生啊 都是骗人的啦 啊 我们人啊 下辈子还可以再做人 啊 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那么如果我们相信了 六道轮回啊 那么 这些善恶因果 都是有 信因果 信这个 这个真理 啊 第二个信德 啊 就是三宝功德啊 要相信了 佛法生三宝 相信三宝有功德 啊 那么世间呢 有六道有轮回 那么我们三宝才是归一处 要相信 啊 我们世间有轮回啊 有生死啊 但是外道他不相信三宝啊 他也相信有轮回有生死啊 但是他宁愿相信天 对不对 宁愿相信这些外道 或者是有的人相信鬼神 对不对 那么会相信天人啊 那么 可是我们呢 知道有轮回 我们要怎么了生死 就要相信三宝 佛法生啊 所以世间呢 虽然也知道要修道 也知道说啊 世间是很苦啊 我们要修啦 要修 但是每个人修的不一样 那么我们佛法里面 就是要相信有三宝有德 啊 叫做德 啊 第三个相信能呢 就是说我们善法呢 能够让我们呢 成就世间出世间的果报 所以这个能就是善法 善法有它的作用 啊 不思有它的作用 慈戒有它的作用 那么忍入精进禅定波热 啊 这些善法呢 都有它的作用 慈悲喜舍等等啊 我们要去知道说 善法它有能力 能够让我们解脱 啊 所以叫做相信能 所以呢 如果依照白法来说 这个信呢 啊 不是我们一般讲说 啊我相信 我有信佛 这样子而已啦 而是说 啊 知道相信诸法的实事实理 这个相信实 然后第二个相信德 就是三宝的 啊 清净功德 相信 第三个相信能呢 就是善法 啊 有它的作用 啊 所以我们布施有布施的作用 慈戒有慈戒的作用 八观摘戒有八观摘戒的作用 有拜佛念佛送经 都有它的善业的这个作用 啊 所以这个呢 啊 就是这个 白法里面说讲的信 啊 那么这样讲的话就比较精确 啊 不是我们一般说 啊你有信没有啊 我有信啊 啊 但是疼苦的时候就问心灵啊 啊 这样有信 对吧 没有啊 啊你说你有信英国没有啊 啊疼苦的时候要 啊 啊 如果照佛说的经典 应该去忏悔啊 啊 对不对 要去修复啊 啊 不是说啊 我来改一个风水地理的 啊 或者是改一个公寞 看什么白不到病啊 对不对啊 那个那个跟 跟我们这个信三宝 没什么关系的 对不对 啊 所以说 有信有信但是呢 对的事情是不是有信呢 是信三宝吗 还是信法吗 啊 啊 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 所谓的信的话 啊 所以我们如果 根本 比较严格来说啦 我们都还没有信 啊 如果我们到了信位的菩萨 或者说实信位的菩萨 那都是真信 哦 那都是真信 啊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啊 啊 果报不好啊 或者是我们遇到什么境界 就不会想说 啊 可怜我生得很坏 所以我整容 整形会比较好命 比较稳美 或者是怎样怎样怎样 那个就是一个 在外相上面 啊 那如果真的信的话 应该是想说 啊 就是因为我过去没修 所以要忏悔 对不对 但是要诵经啊 礼佛啦 啊 念佛啊 慈奏啊 都可以忏悔啊 然后呢 再来就是要修啦 啊 啊 所以这个信呢 讲起来是 呃 很 如果讲比较严格的话 是很难的啦 啊 所以如果我们一般人呢 就是凡夫啊 就像红毛一样 这个风一吹啊 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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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风吹到那里就飘啊 因为现在流行这个嘛 就飘到那里啊 啊 现在流行那个又飘到那边去了啊 啊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坚固的话 我们就在三宝里面就是扎根嘛 对不对 哦你相信啊 啊 我们的逆境顺境啊 我们都是业障啊 啊 我们少修福报 那么我们要在三宝里面多修 这样的就是了 啊 如果不是呢 风一吹啊 飘过来 飘过去 啊 那么为了福报 为了健康 为了什么 子女眷属 然后这个风就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啊 所以呢就是 毛道凡夫啊 像毛一样 好 这个风一吹就飘起来 好 那么所以姓为道元公德母啊 就是相信师德能 长养一切诸善根 如果我们能够真的相信三宝的话 啊 相信这个善法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够增长一切的善根啊 好 能够增长善根 再来说 信能增长智功德 信能必道如来地 好 我们如果有信三宝的话 我们就增长智慧 好 所以我们学佛一开始就说 哦 要三归一 要五戒 好 就是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归一佛 不归一天魔外道 对不对 归一法 就是归一佛的经典 不归一外道典籍啊 邪见啊 戏论啊 对不对 归一身啊 我们就归一这个 苏家众 这个身宝啊 而不归一这个邪师 啊 邪师就是跟我们讲邪见的啊 或邪方法的啊 这些啊 那么这个就是归一嘛 所以说信能增长智功德 如果我们信三宝的话 增长我们智慧功德 信能必到如来地 好 我们信呢 真的信三宝的话 就能够到这个 如来地 一定可以成佛 所以呢 信是根本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讲 啊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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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二百三十一页 第一行 第三个字 信令诸根敬名利 信力坚固无能坏 信令诸根 诸根就是我们言耳鼻舌身这个诸根 或者是种种的善根也可以说诸根 诸根也可以说我们言耳根 或者是我们阿弥陀经说五根五立 信根 精进根 念根 定根 会根 整种的根 都会帮助我们 所以信心会帮助我们定根 念根 精进根 信进念定会 所以信令诸根 敬名利 让它清静光明 然后锐利 再来信力坚固无能坏 如果我们信力坚固的话 就不会受到这个其他的这些邪见 这些天魔外道破坏 信能涌灭烦恼本 信能专向佛功德 如果我们有信心就能够灭这个烦恼的根本 信能专向佛功德 我们有信心就能够向佛的功德 佛的无量功德 都是由信心而生 信为功德不坏种 信能生长菩提树 我们信心就是我们功德不坏的种子 我们有信心就是有种子 前面说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就种子败坏了 我们虽然修种种的功德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 这个种子会败坏 那么只成为世间的福报 而不能成为佛的功德 如果没有信心我们的善法 我们就变成功德 如果没有信心 然后修那些种种都是变福报而已 信能生长菩提树 我们能够这个菩提树能够生长 我们这个智慧 大智慧的菩提树 信能生意最甚至 信能视现一切佛 信能够增加我们最殊胜为妙 无上的阿尿菩提 就是最上智 我们信心就能够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上正觉 信能视现一切佛 那么我们有信心 那么我们就能够将来成佛 我们能够视现一切佛 能够视啊 能够现一切佛 能够见一切佛 也包括这个见一切佛 我们有信心的话 就能见一切佛 那么在因地就是讲见佛啦 那如果成佛当然就讲视现了 那么如果在因地讲视现的话 就是我们从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心里面就会现出佛来了 我们一念相应一念佛啊 在因地的时候就能够显现出我们的佛 在佛地的话 当然就度化众生就视现了 所以视现可以说两种了 那么大庄严法门经云 称恨者能灭百节所作善业 那么这个大庄严法门经说 我们称恨心啊 会灭这个百节所作的善业 我们所作的善业啊 那么它会这一个障碍我们 华严经云啊 菩萨起一称心能生百万丈门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一念称心起啊 百万丈门开 我们称恨心起啊 所有的障碍门就会升起了 那么称恨心啊 也会灭功德 就像经论里面曾经说 有一个国王啊 他灵命中的时候啊 那么呢 那么本来要往生了 但是因为呢 那个宫女给他扇扇子 给他打到脸 那么他一生气啊 就堕入了三二道 只是因为啊 这个人家扇扇子 给他本来扇风嘛 就扇到脸上 他一生气啊 然后就死掉了 可能呢 如果用现在话 就是讲说 可能是心脏麻痹了 或者是脑血管酸塞了 然后就死掉了 死掉以后 因为那一念称心啊 生气的时候死掉 然后就堕入二道 所以一念称心啊 就百万帐门 能生百万帐门 又经云啊 结功德贼 无过称惠 那么如果我们结功德的 这个贼啊 没有胜过称惠的 所以称恨心能够 能够结功德啦 灭法财啦 没有超过这个称惠 又异地起称啊 大道冤贼 如果我们意念起称恨心啊 我们这个佛道的冤家 道贼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如果我们啊 一念起称心 就知道说啊 这个要来结功德法财啦 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个称恨心啊 升起啦 不能有刹那升起 所以我们前面说要批忍入一 我们学佛一定要慈悲忍入 不能够生气 再来问 凡修万善接住补体 云合有机制不成 负云合素得圆满 那么问说 我们所有的修这些万善 都是帮助补体的 像前面说的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啊 机制不成 机制就是停留 停滞了 在这个善法里面 而不能成就 那么负云合素得圆满 为什么有的人啊 他停留在善法 他不能成佛 世间的很多都知道要修善啊 可是他为什么不能够成就菩提啊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速得圆满 要怎么样才能够快速成就佛道啊 要怎么样能够做到 那么意思就是修善都是帮助菩提 可是为什么有的人不能成就 有的人能够快速成就呢 回答说 因放逸懈怠故无成 因勇猛精进故速半 那么这里说 因为放逸懈怠所以没有成就 因为勇猛精进 所以能够快速的成伴 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有的人修善 没有办法成就 因为他放逸懈怠 虽然修善了 但是因为罪呢 他只注重善 那么不学智慧 所以也算是懈怠了 所以在《涅槃经》里面说有什么戒及秤还 那么要秤戒去及啦 比如说有的人对持戒修善很努力啦 但是对这个秤啊 秤就是这个三圣五圣那个圣 就是指佛的智慧 他很努力持戒修善 但是他对佛的智慧 比如说听经文法啊 这些修学智慧他不是很精进 但是他很努力的去做善法 努力的去发心 但是他对智慧呢 他不是很急切的想要听经文法 所以叫做戒及秤还 就是说他持戒很精进哦 修善也很努力 但是他对这个听经文法 他不想不喜欢 那么这个也叫做懈怠了 所以要趁戒聚集才可以 也要持戒修善啊 也要去听文智慧 那如果不听文智慧 也算是放逸懈怠 所以这里说 因放逸懈怠固无尘啊 虽然他修善 但是呢 他没有去学习智慧 再来因勇猛精进固素败 因为勇猛精进 两个并进 浮惠双修 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 碧玉晶云 二百三十二页 由于比丘保时入室 必防静免 爱生快乐 这个辟欲经里面说 有一个比丘啊 保时入室 就是吃饱了 就到房子里 屋子里面去了 就到房间里面去了 我们啊 这个阿弥陀经说 饭食精行嘛 吃饱饭以后精行嘛 精行就是念佛啊 或者是残官啊 吃饱饭就精行 不要吃饱就去睡 那么有一个比丘啊 他吃饱就去睡 饱食入室 他饭食以后没有精行啊 那么 必防静免 他把房门一关 在里面睡觉 安静的睡觉 爱生快乐 他执着这个色身 喜欢吃饱就睡 然后呢 雀后七日 其命将终 后来经过七日啊 他的命就要结束了 因为他从来呢 都是吃饱就睡 也不喜欢休息 那么乐着自己的色身 那么经过七日以后 他命就要结束了 佛闽伤之 告比丘也 那么佛慈悲他 因为佛有神通嘛 知道说 这个比丘啊都不精进 吃饱就去休息 所以佛慈悲他 然后就告比丘远 就跟他讲 因为他知道生命有限 剩下七天而已 他说 如唯卫佛时成得诸家 唯卫佛就是皮婆师佛 我们说 过去皮婆师佛 过去七佛啊 比如说我们拜水餐啊 那么过去皮婆师佛 那么皮婆师佛就是唯卫佛 他说你过去佛的时候 曾经出家 不念经戒宝石雀勉 但是也不念经啊 也不诵戒啊 吃饱了就去睡觉 命中浑神身无功从中 积五万岁 那么那一世的时候 你虽然出家 但是也不诵经啊 不读戒 然后吃饱了就是睡觉 也没有犯食金行啊 然后命中以后啊 就做到蜈蚣当中啊 做这个蜈蚣 这个虫 积五万岁 经过五万年 五万年 然后受尽妇为罗磅之虫 就是说那个罗斯 罗雷啦 那个磅就是说蛤蟆啦 就是罗雷啊 蛤蟆这种之类的 还有树中的渡虫 树里面的这个虫啊 蛀蟲啊 各五万岁 做这个罗雷啊 这个蛤蟆做五万年 这个蛀蟲又做五万年 此事品虫 这四种虫就是四类的虫 蜈蚣啊 罗雷啊 蚌壳啊 蛀蟲啊 这样子的 四种虫 生在明中贪生爱命 就是说你堕在这四种虫里面 都喜欢在黑暗里面啊 明就是黑暗里面 因为你平常以前啊 吃完饭就关门就睡了 那么这个虫啊 就是喜欢在暗黑暗里面 房门关的暗暗的 贪生爱命 乐处幽隐为家 不喜光明 喜欢处在这个黑暗的这个房子里面 那么因为你平常就喜欢 关门睡觉嘛 所以堕在虫里面 就是处在幽暗之家 不喜光明 不喜欢光明 就像那个虫里面啊 就躲在那个树洞里面嘛 或者是这个棒壳啊 都涂在泥土里面嘛 一眠之时百岁乃绝 睡一次觉啊 一次睡眠啊 就要经过一百年才会醒过啦 就会意思表示说这个虫啊 会有冬眠啊 或者是说喜欢睡觉啊 残眠罪网不求出药 那么堕在出生道里面啊 这样在罪恶当中没有求出离啊 今世罪必得为沙门 那么过去皮博施佛的时候啊 因为懈怠所以堕入这四种虫 今天啊 罪业完毕了 又出家为沙门啊 又再能够出家 因为过去也曾出家啦 那么 那么如何睡眠不知厌主 因为过去曾出家也是有功德啦 只是说啊修行不经浸啊 如何睡眠不知厌主 那么你为什么现在还是一样呢 跟过去是一样 那么喜欢睡觉 那么不知厌主 就是不知主啊 就是那么喜欢睡觉休息 那么比丘闻以禅不自责 那么比丘听到以后啊 他就很惭愧 那么也很恐怖 惭愧就是说啊 都是吃饱饭就去睡觉 觉得很惭愧 那么想到说过去生也曾经出家 可是呢没有修行啊 结果变成那个蜈蚣啊 裸雷啊 蚌壳啊 变成树的蛀虫啊 那么听到也会害怕啊 想说这辈子如果再这样的话 将来也会变成虫啊 所以叫做智者 残部啊 害怕了 五盖集除成阿罗汉 所以因为惭愧啊 就开始精进了 精进以后呢 五盖集除 五盖就是我们说贪盖 称盖 贪心的盖啊 因为他之前啊 贪爱睡觉 那么一听 这个睡觉将来又变成虫啊 那么这样很恐怖啊 所以这个贪心也断 贪盖 称盖 称会盖 第三个睡眠盖 睡眠 睡觉 因为呢 喜欢睡觉 那么吃饱了就去睡 睡眠盖 再来呢 吊悔盖 吊举的吊 悔后悔的悔 就是说心里面啊 心里面飘来飘去啦 吊悔盖 悔就是 后悔的悔 什么叫吊悔盖啊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事情 心跑来跑去啊 浮动散乱 或者是常常在后悔 做这个又不好 做那个又不好 然后改来改去 那个吊悔盖 第五个就是疑盖 怀疑的疑啊 所以五盖啊 贪盖 撑盖 睡眠盖 吊悔盖 疑盖 那么一听佛跟他讲说 过去生就是不努力啊 所以变成虫啊 变成畜生了 一听啊就惭愧 所以也不贪啊 也不睡眠啊 就精进 然后就成阿罗汉 精进 那么这个就是说 因为懈怠 所以不能成就了 因为精进就成就了 一辈子懈怠 不能成就 那么七天精进就成就了 虽然只有七天 他寿命剩七天嘛 那么七天精进 他也成就了 所以如果我们精进啊 如果我们比如说 阿弥陀经说的 我们如果精进 就是灵命中的 一时念啊 精进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虽然一辈子啊 不知道听到佛法啊 所以观无量寿佛经说 如果众生啊 平常也不听到佛法 那灵命中听到佛法呀 或者是遇到人家 跟他诵经念佛 那么他那当时候精进啊 乃至十念 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这里说啊 懈怠所以不成就 精进就成就了 精进的时候呢 乃至七天 乃至十念 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就是众生的心啊 心怎么想啊 心如果精进啊 那么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这里也是一样啊 一精进就正阿弥陀佛 所以说 因为懈怠懒所以不成就 因为精进就能够成就 所以这个就是勇猛啊 所以我们这个 金主十一论里面说 为什么众生啊一辈子 没有学佛造业 那灵命中念佛就能够往生 就是因为精进啊 精进就能够胜过那些 种种过去的愚痴啊 罪业 那么一精进呢 因为我们众生自心本来就是佛啦 那么现在念佛当然就能够往生啊 那么妄想本来就是颠倒 本来就虚妄 就好像梦一样啊 我们经典说就如梦一样 梦一醒过来的时候啊 那种种的那些幻化的东西 统统就没有了啊 那么生死就如同梦一样啊 如果我们念佛一精进呢 自然就能够往生了啊 所以这里也是一样 一精进就成阿罗汉果啊 大宝鸡精云 佛言 必如彩箔细在头上 火来烧彩箔无暇救火 何以故救死礼机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彩箔 就是好的东西啊 细在头上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绑这个头巾啊 或者是说 绑这个围巾啊 那么很漂亮的头巾啊 绑在头上啊 以前人都会 古代人都会戴这个帽子 不然是读书人啊 当官的人啊 他们都会戴那个帽子 就像我们看那个电视啊 对不对 有极品有极品的帽子 对不对 如果要摘人家的乌纱帽 那个乌纱帽还有什么什么 如果是清朝的 还有什么顶带啊 什么花灵啊 什么色的啦 几节的啦 那么比如说火在烧 烧在这个帽子的时候 火来烧采薄的时候 无暇就火 没时间过那顶帽子 过得比较要紧啦 意思就是这样子啊 如果火来烧那个头巾的时候啊 你会想说 我这个头巾呢 是名牌的 是LV的 是什么牌的 会吗 我们应该是说 如果火来烧 不会过去的皮包吧 应该顾性命比较要紧 所以呢 就像火来烧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会救命 比较重要 何以顾呢 救死礼籍 那么我们呢 要救生命呢 它是比较重要 所以呢 这个 此上依侵明教醒 其感照次则有浪尘 意思说 如果这个生命火 一来烧的时候 大家就会赶快修行 赶快修行 就不会再顾这个生命了 所以我们呢 如果大家有学佛的人 应该想说 如果无常来的时候啊 要赶快去极乐世界 不要再想说 我身体怎么样啊 我生病啊 我哪里不舒服啊 那个应该要赶快忘记 应该要赶快记得 那我现在赶快去极乐世界 趁现在 对不对 如果我们那时候还在想说 哎呀 我这里很痛啊 这里很不舒服啊 那个时候就是像 我们这个火已经烧来的时候啊 不要顾那个头巾 对不对 不要够那个衣服啊 名牌 应该顾性命吧 所以我们那时候要活这个法身会命啊 我们这个法身会命要活啊 就赶快顾念佛了 不再顾这个身体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就要精进了 生命快结束的时候 那么此上依亲明教行 其感照次则有浪成 那么我以上都是讲的 都是依照这个呢 都是很亲切依照这个教 佛所说的尖教里面来所说的 意思说我们要修善 要精进 人生难得 我们能够做人呢 是应该要努力修行 我们这个人生是修行的法器 不是来浪费或者来造业的 那么呢 这我都是依教来说的 来叫我们修行 其感照次则有浪成 我不是随随便便 照次就是随随便便 颠颠倒倒 那么 则就是呢 自己来说 浪就随便说一说啦 意思说前面讲的经典都是讲说 我们生命无常 就像这个空中 山上垂一个线下来 那么要穿到山下的针里面 那么难 就像乌龟啊 浮上来刚好碰到那个木头的孔 那么难 比这个还要难 得人生很难啊 一失人生像这个比丘啊 一切代就变成这个虫去了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随便说说的 都是依经教说的 我没有浪成 我不是随便乱说的 这个永明耶稣大师的意思 愿尊恳苦之言 不为究竟之说 希望大众能够遵照这些 佛啊 菩萨讲的恳切的 苦切之言啊 意思说 佛啊 菩萨这样恳切 叫众生要修行 要爱惜生命啊 不为究竟之说 不要违背佛所说的究竟之说 究竟之说是说 大家都可以成佛 大家应该努力 来成就佛道 再来问呢 慈悲万善 生之佛业主教 那么我听到祖师的开示 我就知道说 我们学佛要慈悲 要修这个万德 要修这个万善 我已经知道 这个是佛业主教 这是佛的家业 就是要慈悲嘛 要修善 那么祖师的教法 也是叫我们要慈悲 要修善 下面的疑惑啊 下面说 或悔或战 所以生疑 但是有时候啊 我听到经教里面 有时候说 叫人家 要布施 可是又叫人家说 哎呀布施啊 这个不就近 我们要 要明白心地 要开悟比较重要 等等的 有时候悔指说 这个四向的修善法 有时候又赞叹 所以经教有时候讲说 比如说经典里面说 不可以射箭 我不能也因身求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要在念佛 观佛 想佛 向好光明 五等轮 那这样有时候 叫我们不要观相 有时候叫我们要观相 这样我是产生疑惑 所以生疑 意思说有时候叫我们说 要修善 有时候就说 我们不要执着善 那到底要修还是不要修 所以它产生疑惑 上衰广明 有怀疑惑 虽然前面 祖师这样讲 广泛的说 但是还有疑惑 剩余的这个疑惑 为神佛子究竟所归 更稀指南 永却击智 那么我不能了解佛的意思 到底是要怎么样修 那么究竟所归是怎么样呢 更稀指南 希望这个祖师你在指南 指示 指南就是指一个方向 我们说指南针就是指一个方向 那么希望这个祖师大德 你再指一个方向吧 永却击智 去除我这些怀疑 击就是累积 停留的还有一些疑惑 虽然叫我们要修善 可是我们学禅 常常都叫我们说 要放下 那么要不执着 那么要明心地比较重要 那么再来说答 说主力言权 佛垂教机 但破骗迹所知 不坏缘起法门 说祖师他建立这个言语 来诠释经教 或者是佛垂释这个教法 这个教机 机就是言语 我们言语经典 叫做机 所以佛垂释这些经典 教法 祖师也有这些开示 都是淡破骗迹所知 不坏缘起法门 都是破除我们骗迹所知 骗迹就是周骗迹度 就像法华经说 众生处处着 处处着就是骗迹 我们到处着 众生到处就会执着 我们执着言耳鼻舌生意 执着色身相畏触法 所以心经就告诉我们说 无言耳鼻舌生意 无色身相畏触法 无苦即灭到 我们会执着苦 我好苦啊 那么就心经说 没有苦啦 苦都是幻化 那么我好有修啊 我有道啊 就跟你说没有道 不要执着 众生处处着啊 我很苦啊 就执着苦 我很穷啊 就执着穷 我很痛啊 我病很多啊 就执着病 有的人我很有钱啊 我就执着很有钱 我很有权力啊 我很了不起 我很聪明啊 那么就执着他很聪明 所以叫众生处处着嘛 骗迹直 如果修行以后 我好有修啊 别人都没修 我好亲近啊 别人都不近 这个也是着啦 所以叫做骗迹啦 就因为众生处处就会执着啊 因为我们都有我相 那么善法也会执着 那么痛苦也会执着 快乐也会执着 所以说 但不骗迹所值啊 不坏缘起法门啊 所以佛陀祖师 只是为了要破除我们的执着 并不是说叫我们呢 破坏缘起 缘起就是说 我们要修善啊 要布施 要诵经念佛 佛只是叫我们不要执着 并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去修行 再来说 骗迹信者情有礼物 如神上生舍 物中见鬼 无而痕迹脱体全空 那么什么叫骗迹所值信呢 就是周骗迹度的执着信呢 就是说情有礼物 情就是妄情啊 虚妄情只认为他有 但是呢 实际离体他是没有 所以叫做情有 妄情 执着有 那么呢 实际离体是没有 叫做礼物啦 是众生忘情 执着他是有 可是他实际上面的 离体上面是没有 所以叫做情有礼物 就是骗迹所值 那么什么叫做情有礼物 忘情有 实际离体没有呢 下面就譬如说 神上生舍 就好像我们晚上啊 看到草神 当作他是舍 实际上没有蛇 因为我们很怕蛇 有的人很怕蛇啊 看到草神以为是蛇 实际上他是草神嘛 因为晚上暗暗的看不清楚啊 那么才到草神以为才到蛇 所以我们说 以前不是有说 卑躬蛇影吗 有一个人以前啊 这个陈宇故事里面